陳主任你好 什麼是虛擬的境外中心啊 我剛剛就報告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OBU本身就是一個虛擬的境外 它是在什麼地方啊 它是在我們銀行呢 它有一個就是一個帳簿計算的單位 然後在這個計算單位 這其實所以它這個虛擬的觀念 在這邊的話所有的進種活動呢 它就不再適用這個國內法的相關的全部的限制 不是說完全不限制 它就有相關的一些規定 那它的業務項目要不要收稅啊 有沒有什麼費用產生 它有一些特別的規定 那在稅付上面有比較的優惠 那它的管理人是誰啊 是中華民國政府啊 是是當然當然 它還是接受我們管理外匯條例來相關的金融法規 那你為什麼既然可以搞一個虛擬的這個OBU 境外中心的這個概念啊 你馬上就可以做虛擬的中華民國人民幣業務的往來啊 現在本來就可以做啊 現在OBU是可以做啊 那可不可以在虛擬帳戶開一個人民幣帳戶 那現在OBU就可以 只是它有限制身份 那就奇怪 那你跟大陸根本就不用再談了 還講什麼清算中心 那每個人就宣布啊 大家去開一個虛擬的帳戶 大陸人也可以在這邊虛擬開帳戶 買中華民國的股票 因為是這樣 所有的國民也可以在這個虛擬的這個帳戶裡面 買大陸的這個H股啊 A股啊 那情況這樣合不合法 因為是這樣 因為它那個既然是境外金融的話 它是以比較這個低度的管理 所以它對於這個能夠去參與的人的話 它是有比較有一些限制 那你現在有誰可以去參加你的OBU的 譬如說 我們那個一般民眾的存款 我們有這個存款保障 在OBU那邊就不再適用這套 你這個就是獨厚財團企業 你企業就可以做 你為什麼不讓國民也可以OBU可以虛擬 所以我剛剛就講 就是說因為它裡面的保障金融的監理 那我在講啦 那誰規定企業可以在那邊開戶 一般人民不可以去開戶 是誰規定的 這是OBU條例裡面的規定 這是很早的規定 條例是誰弄的嗎 這很早的規定 這立盤通過了嗎 對對很早就規定了 那你提個案嘛 提個案我們來修啊 對不對 當初人民幣暴漲 股市暴漲的時候 香港暴漲 台灣人民都 股民都沒有辦法買啊 也買不到 對 這是這樣子啦 境內的金融不可能全部把它擋出世衛境外金融 因為它有一些監禮的各方面的因素 沒有嘛 不過 兩岸存在的是一個 是一個特殊的環境 你看啊 不要沾錢顧厚 什麼都綁手綁腳的齁 那你就沒有辦法 這個開大步走大陸 因為有一些東西你不要自我綁嘛 綁來綁去 綁得現在國內油脂也是八兆多 在那邊 他沒有辦法來投資 然後油脂氾濫 造成整個經濟的這個結構 非常的不健康 對不對 你這部分是不是可以來調整一下 不要讓那個保險業 太空太香 太沒辦法 就想要買書地 書地的話 炒土地才有錢賺 對不對 這個都是不正常的嘛 那我想請教一下主委 大陸那邊啊 官員什麼時候會來台灣 你要跟誰見面 有發出邀請函了嗎 現在這個還在規劃之中 我已經報告過了齁 那因為你這個確切的時間齁 一定要等人家這個那邊同意嘛 我邀請他還要等他同意 那當然 那我就變成什麼 這本來兩岸的這個建立平台齁 時間啊 這個程序啊 這本來就是 因為是兩岸嘛 所以這個不一定要雙方有共識 什麼時候會談啊 那這次 現在是談的議題 不要搞得神秘兮兮的齁 這樣不好啦齁 談你就 就好好來談嘛 那 那他要來台灣入股台灣的銀行 請問下面的一個議題喔 就是 大陸的保險公司啊 壽險公司啊 要不要來入股台灣的壽險公司啊 這個部分的話喔 也是同樣 同樣的問題啦 就是基本上面的話呢 這個還是要看這個 兩岸呢 他們實際的需要啦 我們了解說 兩岸你每天都在看 我也在看啊 要看什麼 你銀行都可以開放 讓陸資 陸營來參股台灣的銀行 你為什麼不開放 喔 陸股的保險公司 來參股台灣的保險公司 保險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也有這個 也有這個一樣的 是比例的 也是同樣的比例 可以開放啊 喔已經要開放了 那請問 他從來就有這樣的規定 只是 他們沒有 大陸有錢有能力 來台灣陸股 壽險公司的 大概有幾間 有幾間 那預計的投資金額 會有多少 金管會的態度啊 是開放呢 還是禁止 喔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 金融監禮啊 我們只要法規啊 有這樣的規定的話 我們當然 我們有這個法規 這樣的規定 然後呢 實際上有這個需求 當然我們就是樂觀其成啊 樂觀其成的意思就是 是積極開放囉 最主要是有需求啦 有 建設就有這個需求啊 那現在就是說 目前為止 我們是還沒有接到 有這樣的需求 沒有人申請嗎 還是你們禁止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禁止這個事件 那接下來我想請問 這個 所謂的虛擬的這個中心 全世界啊 有沒有比較特殊的地方 什麼金融交易啊 以前有沒有打造亞太的金融中心 那台灣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空間啊 剛剛報告過 也可以來 來做一個這個 虛擬的境外金融中心 比如說現在不講 境外金融中心本身就是一個 你剛剛講就是這樣 符合這樣一個概念的一個制度啦 然後這個制度 其實當然不是我們所創的 國際上當然是有的啦 那所以呢 這個部分都 我們在這另外做一些 比較彈性的規定嘛 所以像這些 所有人民幣的業務的推展 現在都在境外金融中心在做 可是你們那個綁手綁腳 你真正開放的虛擬的境外金融中心 那你護照 VISA的問題 人家來要拘留啊 要住在這個地方啊 他來這邊要開戶啊 那請問現在很多路客來 如果照你這樣說 他也可以去開啊 有沒有人在台灣的銀行 開設帳戶 那是另外一個事情啦 因為您其實長期關心這個問題齁 路客如果要來的話 那要牽涉到資本帳的移轉的問題齁 資本帳的移轉的話 我剛剛很報告 其實我講了蠻多次的就是 第一個他先是機構投資人嘛 現在就是大陸就是機構投資人 然後機構投資人 以後再來是自然人 自然人境外 是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OK 好啦 我覺得齁 主委你一直要打造 齁 具有兩岸特色的一個金融 中心還是說 特殊的一個金融的這個方式齁 那你應該就是要 大刀闊斧來做啊 齁 你要積極的來表現 是是當然啦 能力嘛 我們真的是這個積極規劃 這個 你已經做兩年了啊 我覺得 這個台灣的金融本身齁 像資金 動能啊 非常多 可是流通的管道非常的少 造成了 嚴重的扭曲啊 所以你看長期低利率的這個情況 也就是這樣造成的啊 那把資金啊 爛頭順放在那裡 沒有辦法來投資 覺得這個是 想來聽的這個是 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啦 是 現在是全世界的課題啦 投資也變少 就是說齁 貨幣供給增加 然後怎麼樣增加的投資機會 這本來就是全世界的課題 這樣啦 我來看齁 今天的這個預算裡面齁 有說要處理 國華人壽是不是 國華人壽齁 要接管啊 現在是在接管中 那現在就是說 希望是能夠這一個 盡數來處理它的標構的問題 那 現在 在預算書裡面 你講這一家 還有一家是 哪一家 產險是不是 對對對 哪一家 華山嘛 華產是不是 對 那請問 不合 保險法規定的裡面 還有幾家應該要接管 為什麼在 預算書裡面沒有編列進去要接管呢 喔 這個是因為這是安定基金的那個 預算 安定基金你管的啊 對 那所以安定基金它現在就接管國華 所以就針對這個國華 財務的需求 來處理 你要接同樣的標準 你要接管國華 那有沒有計畫在接管其他幾家不合規定的這個保險公司 目前的話我們是採取要它增資的方式 逐步來改善它的財務結構 另外的話對它的業務我們給它做制度的限制 改善十年了啊 而且喔你一方面要改善你一方面你應該讓它 叫它釣魚啊 叫它自己可以生存啊 是是是 可是我看你們的這個做法裡面 我們剛剛報告就兩邊啦 一方面就是這個要它增資 另外一方面如果它有能夠增資的 我們就給它相對的這種業務的一些開放 讓它確實可以成這樣 那我就請問一下喔 近期喔 有沒有 接管這一些 進職為複數的保險公司的計畫 這個這些事情的話呢 都必須要這個相當的審慎啦 而且要考慮到有充足的裁員 因為你很認真嘛 你平常都審慎的在做工作啊 所以我現在審慎的來問你這個問題 你應該可以很審慎的回答啊 是是是 所以我剛剛覺得這個事情要非常審慎啦 對經過你審慎每天那個工作努力啊 你是否可以回答本席啊 有沒有在最近要接管這些問題的這些保險公司 最近的話是沒有這方面 最近沒有啊 最近是指一個月 最近沒有這方面的準備 最近沒有準備是指一個月還是半年之內 不會去接管 反正我們會 我們一次 我們持續都在評估 未來有沒有可能接管 我覺得就是剛剛 如果您剛剛的問題的話 我們就是 近期內的話我們沒有這樣一個計畫 近期是指兩個月還是三個月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我們會深入評估啦 斟酌半年內會不會有什麼動作 這個 這個 金融間諜的事情喔 我想我們也沒 我們金融間諜的事情 好 你保留一個彈性啦 但是我覺得喔 相對的 你要輔導他 你要讓他有謀生的能力 而不是看到那個禁止啊 負數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那如果這個負債一直增加的這個情況之下 再抬高足 最後又政府來這個收爛攤子的話 那你倒不如找一點接管 我們 主委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就是要求他財務這個 能夠持續改善啦 你如果他變成是健康的乖寶寶 你就讓他 不斷的趕快 改善體質 有部分喔 有部分其實有一些轉機啦 我們在努力啦 沒有轉機的有哪幾間 就是有一部分啦 有一部分 那有沒有一部分是好的會轉機的 就是我剛剛就報告過 有一些是有可能轉機的 主委我提醒 你要看一下喔 他那個數字啊 好像是比 兩三年前啊 每下預況啊 越來越差喔 不是正向喔 我們會注意的 多留意一下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請李同豪委員質詢